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 九合一大选的开票特别报道 目前您在镜面上看到的是各地的开票情况 在台中卢秀燕是战事领先 而台南是黄伟哲领先谢龙介 在花莲是徐真卫战事领先高雄 陈其迈战事领先柯志恩 在台东一样是国民党型的饶庆龄战事领先 而在台北市大家很关心的是 蒋万安目前是居于领先的位置 第二名是黄珊珊 暂时在第三位的是陈时中桃园这一局 桃园可以说是史上以来最热的选举之一 我说的是桃园市 桃园市对于国民两党来说 都有不可输的压力 我讲的是党主席 两个党的党主席包括朱立伦 包括蔡英文 到了这个选战的倒数48小时 都把重兵压在桃园市 为什么这么做 到底桃园有什么 让两党党主席都要拼一死战 这样子的一个 把宝通压在这里的原因 张善政目前得到的开票 目前开到现在 张善政拿到的票数是 三万九千三百六十二票 郑运红暂时落后拿到两万七千一百七十票 我们来看看蔡英文总统十一度跑到桃园 帮郑运红加油 他讲什么 蔡总统说我密集的来 那是因为我好想赢 我很想赢 我希望这关键的一票 这关键的一席 我一定要拿到 再创桃园惊叹号 要再创桃园奇迹 那郑文灿说 他接棒之后就不怕负责任 他要从郑文灿的手中 拿下这一个球棒 另外可以看到 郑运红今天早上去投票 他说我睡得很好 用平常心来面对 选民要珍惜你手上的选票 而在国民党方面 张善政的选前之夜 在桃园据说 有聚集了1.5万人 来这里当天晚上 同样的下着大雨 朱立伦主席也在旁边帮他助政 今天早上朱立伦甚至陪同 这个张善政一起去投票 你可以看到张善政 协同化的夫人朱立伦在这里 那投票结果会怎么样 现在不知道 只是张善政大家知道 在2020年 他有搭档韩国瑜 他是韩国瑜的副手 选总统 所以韩国瑜 当然在选前 也有到桃园 去帮张善政来助威 那韩国瑜的影响力大不大 或者是说对这一局 有什么样的影响 现在不知道 只不过今天下午 韩国瑜有现身在云林投票 他也说了一些话 我们来看看韩国瑜 他说了什么 好了 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和太太李嘉芬下午现身了 他们在云林投票 前往投开票所的路上 一路跟相亲打招呼 夫妻已遣以后确认身份 手部消毒之后进入盖票 韩国瑜在这段期间 可是全台北中南东四处走透透 是一名相当活耀的助选员 他自称是绿叶 要陪衬候选人是牡丹 我们当拉拉队 最重要的就是把候选的特质 优点才华 介绍给所有的选民 那拉拉队要扮演好 拉拉队的角色 这个光芒光环 全部是候选人的 所以过去48天来 我都扮演好 这样一个拉拉队的角色 绝对不跟任何一个候选人 去产他们的光环 我们是绿叶 候选人是牡丹 不管是最佳助选员 还是陪衬牡丹的绿叶 选战结束 今年投票之后 就等着成绩揭晓 把时间交还给棚内 为什么韩国瑜会这么讲 因为很多人说 韩国瑜他可能还有心 要进驻下一次的大位 所以今天他去献身 他强调说我只是绿叶 我只是拉拉队 我没有其他的想法 我们来看看 美丽岛电子报的封关民调 在桃园这一局 他们是这样估的 他们认为张善政 可以拿到32.6%的支持度 而郑玉鹏拿的支持度 是30.8% 经过换算 推估的得票率 张善政渴望拿到46.4% 到49.8%的得票 而郑玉鹏拿下的选票 恐怕是39.1% 到41.7% 而等一下我们也可以来验证 这个结果 这个民调到底准不准 来请教梁哥 怎么看桃园这一局 桃园跟基隆 是国民党难得整合 就是这次真的完成整合 因为上次桃园还有杨立环 跑出来选 对不对 那基隆就是乱七八糟 那这次好不容易 国民党是整合好了 所以就说这次盛面大增 那大概两天前 绿营就不断的在传 说策反成功 所以逆转胜 我听到的是说 已经赢1%了 那外面再传的都是说 郑玉鹏有机会赢3万票这样 不过他们的假设是这样 是假设郑宝钦的票回流 可是我认为这样的假设 是有问题的 因为据我了解 郑宝钦的票 很多都蛮始终的 郑宝钦大概可以拿到5%吗 差不多 差不多5% 那而且我们 因为我们跟宝钦哥蛮熟的 就是说如果 因为他下了决心来选 而且对整个初选的不公 他控诉的蛮强烈的 那当然也包括竞选过程中 跟对方的竞争 他的票即使散开了 我认为大部分 还是会跑去张善政那边 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他被弃保了 可能这个票会流到张善政那里 会更多 会更多 所以绿营其实太乐观了 因为他们本来想说 大概回流到曾韵鹏 可能会有七成 七成就会拉开差距 可是我觉得他们太乐观了 我觉得这一局 美丽岛那个民调 应该是蛮接近事实 张善政有可能拉大差距到 5万票以上 你说赢郑鹏5万以上 5万票以上 有可能 不过今年桃园 因为有一些新生的人口 外移的人口进来 你知道桃园 他吸取了非常多双北的市民 移居过来 所以有一些新生的人口 大概有4万人 这个4万名的选票 有可能是关键票吗 这些新移民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年轻的人口移进来 可是偏偏就是在这后半年 我们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治安的问题 以及公共品质的低落 所以像这样子亲普债的一些负面新闻 或者是像羽球馆的天花板 掉下来这样的新闻 有没有可能会让这4万多名的 新移民的关键票挪移 这个板块可能过去 大家认为新移民会认同郑文灿 因为我认同郑文灿 我才会从其他地方移民过来 千户口来桃园 有没有可能因为这些社会案件 或者是公共品质低落的问题 而改变投票的心意了 来请教义富哥 我听说一件事 这就是移民过去的新移民 其实你说他是因为 郑文灿移民过去吗 我觉得也未必 有时候是因为房价跟生活 生活上面的物价等问题的一个移动 所以你注意看 台北市跟新北市的人口 都在减少当中 不是增加当中 因为他的地价 跟买房子等等的问题 所以你说新移民是代表着说 他是特定为了郑文灿的好 所以才过去了吗 我不这么认为 另一个还有清补那个地方 本来房子就比较多 空虽也比较高 那房子他当然比较偏贵一点 听说现在也在下降中 因为他的生活机能等等 都还不是做的 让大家觉得生活很便利 所以我觉得 基本上跟这个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 直接的联动 说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如果你是说从一个议员的角度 或是从一个选区立委的角度上面来看 他可能因为票数不多 他可能会形成一个关键 但是你放到桃园市投票人口 众多到超过百万 其实某种程度上 他也是这四万多 他也是各自去投他的票 投他的票 而且桃园市这一战的最终的结果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我们说郑文灿 因为大家一直说郑运鹏 要接郑文灿 然后大家又说郑文灿的政绩牌 政绩会加分 政绩的效应还没有出来 会扩大 前一段时间我们不是都在听这个吗 我觉得民进党的都是在 应该是在自我催眠 自我催眠 因为我请问一下 郑文灿当市长是昨天才当的吗 当青年都在大年 他已经在一个月就要下来了 讨厌市民不知道郑文灿是市长 知道吧 如果说他的政绩牌可以转嫁的话 其实一提完名郑文灿 我说支持他 其实就转嫁完成了 转嫁完成了 所以你说郑文灿的政绩牌 真的如民进党所预料的这么大吗 并没有 并没有看到 并没有看到 所以你说这4万名的新移民 会因为郑文灿的魅力而跑去 我觉得不会 我觉得是一个物价的问题 买房子的问题 他生活上的考虑 工作上的考虑 而去移到其他县市 移到桃园去居住 所以我觉得那个不会是 不会是这一次胜败的最大关键 我先插播一下 2022年也就是今年 桃园市的选举人数是182万5127人 其实是一个大县 是一个大市 这个直辖市 是一个人口数非常大的直辖 是182万5千多人 2020年蔡总统在桃园 大赢了13区 只输了复兴区 那我们也来看看 目前开票到现在 开票30分钟 张善政突破了5万票大关 扩大领先郑运棚 在桃园这一席张善政 目前得到的票数是 85415票 郑运棚是61261票 赖湘林跟正宝青都不到1万票 目前张善政是扩大领先郑运棚 还有我们关注到几个基站区 几个基站的县市 除了桃园市之外 我们来看看基隆市 基隆市目前可以看到 国民党籍的谢国良 他是暂时领先 他的得票数是11267票 领先了民进党提名的蔡世英 蔡世英目前的得票数是 8853票 那这几个基站区 台南也非常接近 对 我刚刚也注意到了 台南本来大家可能想说 没有悬念 恐怕是民进党的囊中物 不过我们也注意到了 台南开票到现在半个多小时 谢龙介 龙介仙他跟韦哲 黄韦哲两个人的票数很接近 只差三千票 四万对三千七 三万七 有一点点跌破我们的眼镜 来 观众朋友 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 这个龙介仙跟黄韦哲两个人的 这个目前开出来的票数 非常非常的接近 四万一千多票跟多少 来请导播让我们看 四万一比上四万四 目前虽然黄韦哲拿到四万四千 多张的选票开票到现在 而龙介仙非常厉害 拿到四万两千零九十七票 两个人的差距只有四千票 看起来真的摇得很紧 摇得很紧 来 这个还不是摇得最紧 我刚刚在看友台的 你知道台北市现在第一名 跟第二名差距只有四十七票 第一名是谁 第一名陈时中 怎么跟我们开得不一样 因为他一定要压他 压到屁 没有... 太这样 他现在先开四林北投中山大投 他先开永利地区 不过等一下我们会看天狱里 天狱里比较准 所以我会觉得友台的观众 这时候应该非常斗志昂扬 因为实在太激烈了 所以我觉得当然开票有前有后 这个也不一定 人家也没有 人家只是开的方式不同 到最后的结果 应该大家都是一样的 可是说真的 所以应该四林大同 说真的龙介仙能够咬这么紧 我觉得还真的蛮令人意外 因为我们认为至少在台南 这种推西瓜都可以选上的地方 照理来讲龙介仙 你应该一开始 就是至少差个两成以上 结果没想到咬得这么紧 是啊 很精彩 所以这个是 如果这个其实一路持续到最后的话 龙介仙就打得非常漂亮 讲实在话 现在在台北市 有一个比较让大家意外的就是 现在陈时中落到第三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令很多人意外 陈时中在选前 大家记不记得 他一直再三强调一件事 我绝对不会是第三 现在好像一语成证了 他每次都这样讲 谁讨厌我 好多人都出来说都讨厌你 所以这代表什么你知道 代表台北市民真的对陈时中 的仇恨值非常非常的高 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候选人 能够招致这么多的仇恨值 所以我觉得不管这次选举 最后结果如何 陈时中自己真的要去好好 检讨一下到底为什么 会发生这些事情 然后你从目前开票的 整个状况来看 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 让人家很意外的地方 就大致上都是这样 除了票数咬得比较接近 英格我可以插播一个 最新的讯息 在桃园的选委会告诉我们说 今年的选情超级冷 桃园的投票率只有58% 连六成都不到 低于六成 而台北市的投票率是64% 比去年 比上一届2018年 少了1% 所以大家都没有办法 这些候选人卖了劳命 都没有办法把这些选民的激情 投票率给激出来是怎么回事 四年前天气很好 天气的因素 可是选民也不够热情 很简单 因为老实讲 今年其实选战没有什么 很主軸的东西 民进党没有拿出一个 很想亮的标策出来 国民党也没有 其实大部分都是各自为战的局面 今年整个选举的时候 新闻草醉热是哪里 是新竹 是一个小小的新竹市 就要吸引了整个大选的目光 其他的这些六都在干嘛 其实基本上都没什么人在讨论 在这种状况下 其实当你的讨论度降低很多 又没有什么能够激起大家 热情昂昂的东西出来之后 投票率低一点都不令人意外 然后特别是更多年轻人 就不会想要去投票 所以你刚刚问义富哥说 你说有4万人的新移民到桃园去 第一个他们也不是因为 曾文燦去的 像我最近签户口签到汐止 从北市签到汐垒 难道我是为了侯友宜吗 当然不是 是因为那边房子比较便宜 说我们来的那里而已 只有这么简单的一个因素而已 所以这跟我觉得 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 再来年轻人其实投票率 本来就很低 我自己年轻的时候 我也很不爱投票 除非有什么让我觉得 我不得不去投了 今年老讲抗中保台这种议题 发酵不起来的时候 年轻人投票率率不会高 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状况 好 观众朋友我们赶快来 这个再一次的关注一下 目前为止开票到现在半个多小时 台北市目前是蒋万安战事领先 新北市侯友宜战事领先 基隆市谢国良战事领先 而桃园目前是张善政战事领先 在新竹市 在侯友宜已经领先超过10万票了 在新竹市 大家很关心的新竹市 目前是民众党的高宏安战事领先 高雄陈希脉战事领先 可以说在台南 虽然是黄伟哲战事领先 可是黄伟哲的领先幅度 也没有想象中的大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经过来